醫護人員實施CPR 不敢浪費每一秒鐘 因為嚴重撞擊 婦人已經失去意識 員警趕緊搶救 但仍然回天乏術 但他幾分鐘前 只是和丈夫像往常一樣 在進行清潔回收工作 卻被無照駕駛給撞飛 如果那個造勢者在現場 我怕我會忍不住 爸爸媽媽好好的出門 結果莫名其妙在那邊 敵人家收回來的指向 要再回去的時候 莫名其妙就這樣子 被撞了 誰受得了 家屬聽聞好 趕到醫院不敢置信 降著降著忍不住哽咽 早上才出門送貨 但現在卻也回不了家 我很自責 我沒有給他過更好的生活 原本就打算他沒有退休 也六十好幾歲 對啊 其實夫妻倆都已經六十幾歲 小孩都已經結婚成家 夫妻倆過著半退休的生活 賣來台車靠車行工作 沒想到卻突然遇上死結 很明顯的四肢都有變形 都有骨折 那另外還有胸部還有氣血胸 那所以我們經過半個小時的急救的一些過程 生命徵化他還是沒有 恐怖的撞擊瞬間 妻子整個人被彈飛 無照駕死害死三個人 兩個家庭就此破碎 記者楊中盛網千里 SNG小組台北報導